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烟台人 在海外虽然飘了十几年 但是对家乡烟台的思念 是从来都没有减轻过 离开家乡已经三十多年了 目前我们在日本的东京 我最怀念的是烟台南山公园的 秋日景色 那里的红叶和松柏 常常让我想起故乡的宁静美好 每年到了这个世界 我总会想起妈妈 会在院子里摆上桌子 放上月饼 葡萄等好多好吃的 然后大家围着在一起 一面赏月 一面吃着美食 我于2000年来到日本 现在已经定居日本东京24年 回想起中秋 不禁想起烟台的霸鱼饺子 想起了烟台苹果莱昂梨 在烟台你喜欢吃什么美食 这个 大螃蟹 对 现在是在大螃蟹 住宿假节又快到了 每到这个时候 思念家乡的心情就会更加的浓厚 最念念不忘的家乡美食 可能就是五人馅的大月点 不仅好吃 而且也承载着我从小到大的回忆吧 非常希望能在中秋时节回到祖国 回到家乡 在品味记忆中的味道 感受家乡海上升年月的别样美景 尤其是每次在巴黎 见到来自老家的产品的时候 那个心里的激动劲 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小时候啊 在烟台的时候 过冬秋 混吃夜饼 所有的儿时的回忆 都是历历在目 总是念念不忘家乡的伴水饺 塑子蟹和香甜美味的月饼 我们身在海外 时刻惦记家乡 亲人和朋友 而今天 仙境海岸品种烟台 成为了这道城市的崭新名片 不让我们身在海外 也倍感自豪 无论我身在何处 每到这个佳节的时候 就会想家 那么我也代表我们家 向我们烟台的父老乡亲 祝父老乡亲们 中秋节快乐 最近又临近中秋节了 众所谓美逢佳节 备慈亲 也祝愿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生活美满幸福 祝家乡烟台越来越好 让更多的烟台形象 走向国际 在中秋佳节 即将到来之际 谨祝 烟台及海内外同胞 和家团圆 美满幸福 在此 我也祝愿海内外的烟台人 中秋节快乐 和家幸福 谢谢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都会想起家乡的霸雨睡觉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一起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在这里 我祝家乡的父老乡亲 中秋快乐 幸福安康 中秋快乐 和家幸福 团团圆圆 和和美美 财源广进 祝家乡的发展越来越好 希望在世界各国 各地 多灵 聆听到更多烟台的好消息 好声音 让我们举杯 邀明月 共同 祝愿祝国 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堂 祝福山殿的家乡父老 身体健康 和乐的发展 希望接下来呢 能够在世界各地 听到越来越多 欢迎山东烟台的好消息 在此祝愿各位父老乡亲 中秋假节快乐 宁愿我们的烟台 先进海岸 品重烟台 能让我们海外游子 更多地听到烟台的好消息 中秋假节 月圆圆更远 虽然我远在异国他乡 但我们的心 始终于大家存在 牵挂着家乡 烟台的山海美景 愿家乡的月更圆 情更浓 愿家乡父老 幸福安康 天理共产君 万里斯乡亲 愿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能够幸福安康 愿海外游子 能够常回家看看 家好人团圆 家好人团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在这个中秋假节来临之际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康 祝福家乡父老 心体健康 和家欢乐 我们一起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愿家乡的月更圆 情更浓 愿海外游子 都能够早日回家 五家人团圆 共同见证 我们烟台的繁荣发展 天气快乐 品重烟台 中秋快乐 天气快乐 字幕志愿者 time lord 悦 监 gold 监 主 正 monitoring 装 监 监 监 感谢观看